走私贩毒害人不浅 澎湖地检署拍卖涉嫌走私贩毒运输工具 包含本国籍悠悠海一号自用游艇 及中国籍明慧鱼鱼船 两艘船都超过底标价顺利标出 国库金账141万元 得主都来自台南 两人为友人 宣称代人标购 3号先生110万提示 110万 来来来 3 7号先生2 1 好 好 3号先生120万元得标 你还要算吗 要算 转型的差不多多少 嗯 你评估转型的差不多多少 这次拍卖是由年轻的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伟 担任拍卖官 现场气氛炒得相当火热 又由海一号自用游艇现场投标共计12标 由董系民众以120万元得标 底标68万元 中国籍渔船现场投标共计6标 由无信民众以21万元得标 底标18万元 算是有一点超出我们的预期啦 我们之前就是预期说 悠有海一号会比较热门 但是也没有想到今天会超出 就是有超过两位数的民众来到现场 我们也是感到很开心 就是充分展现我们澎湖地方的热情 对那今天能够以将近两倍 底价的两倍的价格拍出 我们也很感到高兴 然后也是算是对于我们的国库 也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对 这一次的拍卖总金额 让澎湖地检署出乎意料 未来也会针对一些末入品进行拍卖 一方面让这些物品能够再利用 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库收入 记者陈荣誉报导